在了解了融合必先于极硬缓随之后 现在我要为各位讲解太极权论下一句 虽变化万端而礼为一贯 由着手而见悟懂静 由懂静而接济神明 然非用力之久 不能豁然贯通烟 端枕 头眼 续眼 头续眼 调理眼 变化万端 是指太极拳摔打拿踢各种走年的变化 从外表看去极为复杂 好像有千万个头绪 好像是有千万个调理 难以摸清的 理为一贯的贯就是连接 就是串通 就是统一 轮于理人 孔子说 不到一贯之 这个贯就是统一的统啊 理为一贯是说太极拳摔打拿踢 各种走年的变化 各种走年的变化 虽有千万个调理 但是这千万个调理 却都是以一个最高调理连接串通而统一的 所以我们只要能掌握这个统一的调理 就能很简单地贯通太极拳用尽的千头万须而练成太极拳 这里王宗月祖是用 随便画万端 而理为一贯 来告诉我们太极拳有一个最高的统一指导原则 如果谁能够了解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并且奉行运用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他就能在千变万化的调理中 用最简单的方法练成太极拳 如果不了解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练太极拳就会千头万须摸索 一辈子也弄不懂啊 所以王宗月祖师这里讲的 就是太极拳最高的技术心法 等于就是武林秘籍的最上升心法口诀啊 所以大家要在这里多注意啊 这个贯穿太极拳千万个条理中的最高条理是什么呢? 就是由着手而见物懂尽 由懂尽而接及神明啊 什么是着呢? 字会着年也 即运着腹也 即运年或从米 年从米不就是年 年字和我们常用的年是通甲字 是可以通用的 说文解字 年相着也 我们现在讲接着记 过去俗称年交接着记的着 就是年或年 着就是年着 年着就是年着 要注意啊 着手不是某些门派说的招式用法 练到纯熟 着字 自古就没有作为武术招式用法的字意 王宗月祖师是明代人 他在明代用古文写作 不会因为现代某些人把着字 以自己的意思解释成招式用法 招字就会变成招式用法 所以招绝不是指招式 也绝不是招式的用法 下围棋时将棋子复招 黏招于棋盘上 所以围棋下子也称为招 若以围棋下子为招 来比喻武术也应指武术下手 落手 复年于对方为招 这是因为招有复年的意思 过去有人把招字解为招式 招法、招法、招式、招降或招式的攻击防御方法 说招手就是把招套招式、攻击、防御、熟练 说招手就是招打、千变、齐礼、自宪 这是武术的学术水平低落 不懂文字迅箍、网文、生意、胡乱解释而来 这种不通考据迅箍的旺杰 用来蒙骗学术水平更低的人是没有问题的 但却上不了真正学术的台面 王宗越祖师全论的卓字 也是太极拳融合技术的定义字 是专指走年兼备、沾连连随 无过不及、不顶不丢的年卓 卓字是紧接着前面太极根本哲学 太极动静分合、太极阴阳哲学、太极融合哲学 太极拳走年技术、急动缓随技术而讲的 是太极拳前述、理论与技术之总结 也可以说是个总技术 所以卓是太极拳最重要的概念技术 学太极拳的人千万不要轻忽这个卓字 千万不要随人乱挤这个卓字 以免从根本处就发生片差而走入旁门 王宗越祖师走年概念中的年字是第一字 是专指我顺人被 所以太极拳将走年的年为我顺人被 王宗越祖师瞻年连随的年字 则是指广义的年复 所以将广义的年复则通称为年 凡是专指太极拳 有走有年 沾连连随 不过不及 不顶不丢的年卓 则称为卓或年卓 这三个年的概念虽有共通性 但所指事物却是有差别的 如果分不清楚 就无法深入理解太极拳论的文艺 我必须再说一次 年在王宗越太极拳里 大致有三种表示 第一譬如老师说 你有走五年 就表示你走化完成 便不小心脱手 没有进行我顺人被的技术 第二譬如你的手分开 老师要你黏 就是要你把手衣服黏 黏在对方的手上或身上 第三譬如用技对练时 老师说你没有着或没有黏着 就是说你用技时没有融合 周年少了其中一项 或游走五年或有年五走 或者说你虽然游走有年 也有三年年水 却是有过或有不及 因此犯了顶抗 因此犯了凋离 一直犯了没有达成融合的严重错误了